每年青年节的前夕,花联国际青年商会都会举办爱心捐血的活动,号召青年伙伴热情晚秀捐书。 2021年会长吴黛燕除了带头捐血,还带领着青商会的会员们拿着工具, 在活动会场周边的马路上展开了插辆反光镜的行动,希望能够让行车更加的安全。 花联国际青年商会3月28号在远东百货前广场举办爱心捐血活动, 由2021年会长吴黛燕号召青年伙伴踊跃晚秀捐血做工艺。 希望大家有志的青年还是各个的乡亲父老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捐血活动。 欢迎18至40岁的有志青年可以加入我们花联青商会。 除了捐血救人,花联国际青商会还有插辆反光镜的行动, 由会长带领着青商伙伴拿着工具楼梯, 在活动会场周边插辆一块块的反光镜, 希望可以加强行车安全。 训练自己,服务人群,造福社会一些,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我们除了今天举办捐血活动之外, 待会我们还有一个插辆世界的角落, 插我们社区反光镜的活动, 到时再邀请,看大家还是我们青商会中都一起来参与, 把我们各个转角的反光镜擦拭干净, 然后让我们的交通可以更加的安全。 花联国际青商会强调,热血青年服务社会, 希望可以号召更多年轻伙伴加入青商行列, 锻炼自己也关怀别人。 花联青商战 戒旅会幻视报导